韩典明星大侦探中 魏晨的接梗名唱面 当着前妻的面对别人唱情歌 魏晨会怎么做 这首歌不适合在前妻面前唱吧 你是唱给欧的耶 方便把我的前妻请出去吗 咱就是说 就没有魏晨接不住的梗 而魏晨的角色名字也是够离谱的 所以你的名字叫 为了睡 为什么 为了睡 为了睡 你是谁 我是谁 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方便唱歌吗 人都死了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人都已经死了 我们就是适当地庆祝一下 就可以了 适当庆祝一下 学到了赶紧安排上 而三老师每次说出的话 魏晨都能精准接住 殊不知 殊不知谁知吗 狗王也差点变怼王 我个人是准备开完这场演唱会 就彻底告别 这个舞台 没想到出这么一道的事 那也不影响你退出 好 那谢谢啊 魏晨你是嫂老师的克星吧 当鬼鬼发现魏晨的身份时 魏晨的反应却是 我知道你成成老大这个杨子 哥你不是哥 你是杨子 你是杨子啊 你是杨子 杨子有人找你 你不是 我说了是 你不是想 杨子 你不是想 那迷妹找你 又一次把贵贵挤死了 当大家在节目中默默开车 我看到了她的两点 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到了二十四号 看到了她的三点 魏晨关注的点却很奇特 这 这怎么能分开看呢 郭先生 这画面太美 我不敢看 鬼鬼醉到一和二都分不清 还狡辩是微醺 被魏晨迅速拆穿 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酒 你是喝大了才会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喝大 这是微醺的状况 可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你连一和二都分不清了 你怎么会是微醺呢 说的有道理 我就无法反驳